著名作家古特曼的新书《杀入》即将上市 日前古特曼出席了旧金山世界遗址大会 表示要借这本书来支持法轮功团体 向世界揭露中共大规模系统性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所做的一切努力 这个流着眼泪的男人是活体强摘器官的执行者 他告诉古特曼当他发现人还活着时 他向长官报告而他的长官冲着他咆哮 古特曼来救金山除了推荐这本将在八月上市的新作《杀戮》 也是要借这本书来支持法轮功团体为人权所做的一切努力 向世界揭露中共大规模系统性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行 古特曼最初听到活摘他并不相信 但出于调查记者的敏感和对阴暗面的好奇 他决定去了解 在参考了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多年来所做的调查取证结果后 他开始了自己的调研 他接触了大量经历了中共监狱老教所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 一些幸存了下来 一些已经离去 他采访过610的官员 也和医生对过话 作为犹太人 普特曼说 当历史走过了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让人们了解为什么在今天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这才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杀戮》将在8月12日上市 亚马逊也将同时出售 新唐人记者李澜 林肖然 旧金山的采访报道